他用了11年就打造出中国照明灯饰行业第一巨头 却在9年的时间三次被赶出自己的公司 雷石照明 吴昌江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民营经济成长史的缩影 也是中国民企踏上资本化道路的一部教科书 他用11年的时间将雷石照明做到中国第一 却三次被资本驱逐出局 最终被自己引进的商业伙伴送进监狱 而中国最大的照明企业也被华尔街巨头 KK2以白色价收购 这也是一场创始人和投资人之间的股权联合战 权利与资本博弈的局中局 其中的故事比电影要动魄 比小说更有曲折 大家好 我是大宇 今天我们说一说雷石照明 创始人和投资人相爱相杀的故事 吴昌江1965年出生在重庆同梁的一个小村庄 高中毕业后 吴昌江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飞机制造专业 毕业后被分派到了陕西汉州航空公司 1992年就在即将被提拔为副处长的前夕 他选择了辞职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中来到了深圳 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一家台资企业做保安 不久之后 他又跳槽到了潘雨 在一家港资灯市场打工 1993年年底 吴昌江又从灯市场辞职 拿着打工赚来的1.5万元存款 筹划着自己创业 随后他找到了在惠州打工的高中同学 凑了10万块钱 成立了惠州明辉电器公司 专做电子变压器的代工业务 公司的第一张订单 让吴昌江记忆犹新 一个香港客商要2万支变压器 但是要求是两周内交货 正常情况下 单是开一个模具都要一个月 但是吴昌江还是毫不犹豫的接了单 他们只用了一周的时间画图开模 10个人连续干了几个通宵 最终交了订单 这比生意赚了20多万元 接下来生意虽然越来越好 但是股东的数量实在太多 常常爆发分歧 仅仅一年后 大家干脆就把公司给卖掉 时间转眼来到了1998年 吴昌江联合两个高中同学 杜刚和胡永宏凑齐了100万元 成立了惠州雷士照明有限公司 吴昌江出资45万 占股45% 杜刚和胡永宏合出55万 各占27.5% 那天晚上 三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在惠州路边的大排档 为了梦想举杯相亲 同一时期 菲利普 欧斯朗 松夏等跨国照明行业巨头 已经进入了中国 珠三角一带的照明企业 更是超过了3000多家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未来中国最大的照明灯视企业 雷士照明 诞生了 当时全国大多数登区企业没有品牌 要么是做欧美品牌代工厂 要么就是前店后厂的小作坊 在建材家居市场里 属于最不起眼的门店 吴昌江看到满大街都是家电专卖店 心想 既然家电行业能做 那我们也可以试一试 于是雷士率先推出了专卖店模式 没想到 这简单的尝试就迅速打开了市场 除此之外 吴昌江和另外两位合伙人 还制定了两条天才的营销策略 第一 加盟商首次进货额度只要不低于10万元 不但免除加盟费 还倒贴3万元的店面装修款 甚至还给员工发基本工资 这个加盟政策在当年对经销商的吸引力 那是非常大的 第二条策略那就更超前了 吴昌江搞了一个雷士版的花呗 对于资金紧张的经销商 雷士授予他们一定的信用额度 可以设账进货 然后分期还款 按期还款以后 信用额度还可以循环使用 当时的吴昌江并不满足于把雷士只做成一家零售店 他的目标是拿下全国市场 在当时商业照明领域60%以上的采购和使用都来自工程设计团队 像装修公司之类的隐形渠道 话语权是很大的 为了攻下工程照明 他们组建了专业营销团队 大力拓展新渠道业务 在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超前的营销策略下 雷士照明赢得了爆发式的增长 营业额更是从02年的1个亿 到03年的3个亿 04年的5个亿 05年的7个亿 迅速成长为照明登市行业的龙头企业 吴昌江在公司里的声誉和威望都达到了顶峰 随着企业的做大 股东之间的分歧逐渐显现 首先对于赚的钱怎么用 三个股东的看法就不一样 吴昌江一直想把企业网大了左 把利润投入经营 而其他两位股东则希望大家把利润分红 一开始三位股东还会开会讨论 可慢慢的股东之间的理念分歧 就逐步上升到了情绪对立 这时候的吴昌江终于品尝到了 两位股东联手牵制的滋味 但凡在公司开会 只要是吴昌江提出了看法 另外两个人就坚决反对 这种会议他根本就没法进行下去 吴昌江只是持股45% 并没有绝对的控制权 所以每个月的利润分红就变成了董事会的正式决定 由于吴昌江的股份占比比较多 得到的分红自然也就更多 这又加剧了两位合伙人心理上的不平衡 最后妥协的结果是 吴昌江几乎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股份 向其他两位股东分别转让了5.83% 就这样三人的股份都变成了33.3%的均衡状态 三位股东在企业的工资分红也都完全一样 股份是均等了 三位股东的关系可并没有因此而改善 2005年由于雷士照明销售渠道的改革 三位股东的矛盾算是全面爆发 吴昌江打算从全国数百家经销商中挑选出规模较大的 把他们整合成35个运营中心 公司管理运营中心 而运营中心来管理经销商 吴昌江的方案遭到了胡永恒和杜刚两位合伙人的反对 因为吴昌江的坚持 创始人之间的分歧 逐渐上升到了企业分家的层面 2005年11月的一天 刚从国外出差回来的吴昌江被通知参加董事会 在会议上三个人就渠道变革的事情吵了一通 气头上的吴昌江随口发了一句牢骚 你们觉得我不行 那好你们来 我退出 让吴昌江没有想到的是 胡永恒和杜刚立刻就同意了 吴昌江心里是真的憋屈 不过这话已经说出口 是实在没办法反悔 就只能谈分家的条件了 就这样 吴昌江被另外两位合伙人一块赶出了同为自己创办的公司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雷石照明的经销商从全国各地赶到了惠州总部 强势介入雷石股东分家的事 甚至还拉起了横幅 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协商 最终200多名经销商举手表决 全票通过吴昌江留下 经销商决定一个企业的董事会老板 这操作完全就是骚上了天啊 全中国也找不出来第二家 这事哪怕是放在现在来看 依然是太玄幻了 乃至很多人高呼 完全看不懂 面对此种局面 胡永宏与杜刚也是被迫接受了 各自拿八千万离开企业 对于这戏剧性的一幕 两个合伙人杜刚和胡永宏都坚定的认为 这也是吴昌江一手策划的 因为吴昌江提出的渠道变革方案 有利于经销商 特别是每个省份最大的经销商 他们最有可能成为运营中心的人选 必然也是吴昌江渠道变革方案的坚定支持者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场赌局吴昌江最终赢了 而且代价低于预期 如果不是吴昌江以退为进的策略 想要两个创始人顺利推出 最后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不止1.6亿元 股东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雷市并没有足够的资金 最终达成的折中方案是 两位股东先各自拿五千万元剩余的款项 半年内付清 在兑现了一个月的股东款之后 雷市账上几乎变成了空壳 据吴昌江自己说 从2005年年底到2006年的下半年 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找钱 他将那段时间形容成度日如年 面对空空如也的公司账户心里发虚 但在员工面前还是不得不故作镇定 2006年3月 吴昌江来到联想集团总部找到柳传志 希望这位企业教父级的人物能帮他渡过难关 柳传志他也有意通过旗下的联想投资向雷市入伍 但是考虑到联想投资的项目决策程序较长 远水救不了近火 时间紧迫 柳传志就介绍了一个朋友 先借了200万美金给吴昌江救急 与此同时 吴昌江也在等待联想投资的决策程序 期待着联想能给他更大数额的股权投资 除了向柳传志求助 吴昌江几乎是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找钱办法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 一位叫毛区建立的资本达人出现 他是亚胜投资的总裁 专门从事融资顾问服务 毛区建立拦起了协助吴昌江融资的活 他带着自己的团队开始对雷市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包括帮助吴昌江在境外设立离岸公司 搭建离岸股权架构 引进资本方 设计融资交易结构等 外界戏称他为雷市的金融保姆 而且毛区建立为了显示自己诚意 先期通过了第三方向雷市提供了2000万元的借款 以帮助雷市进行资金周转 在毛区建立得知吴昌江去见过柳传志之后 他向吴昌江承诺能在三个月内让风投的钱到账 在三个月后 毛区建立抢在联想做出投资一项之前 用从个人投资者的400万美元 加上自有资金494万美元 再加上应收取的融资顾问费 折算成100万美元 合计994万美元入股雷市 占股30% 别人诧异的是 雷市2005年的净利润大约是700万美元 而毛区建立所入股的994万美元 对应雷市的市盈率估值只有4.7倍 通常而言 企业的第一轮融资 投资方给出的估值一般是市盈率的8到10倍 吴昌江只卖到了正常价格的一半左右 卖了个地板价 为什么吴昌江会接受如此低的估值 其实双方有个心理博弈的过程 吴昌江当时迟迟没有等到联想投资的确切消息 而另一方面 他的企业缺钱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 没有大资金进来 资金链必然断裂 毛区建立就是吃定了吴昌江 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估值 入股交易达成后 减去兑现给个体投资人400万美元所占的10%的股份 毛区建立实际只投入了494万美元 就获得了雷士20%的股权 这也算是资本市场给吴昌江上的第一堂课 虽然毛区建立替吴昌江找到了近900万美元的现金 但是雷士的资金缺口依然还很大 没多久在毛区建立的牵线搭桥价 赛富基金正式决定投资雷士2200万美元 股权占比35.71% 资金的先后到账 创始人分手导致的现金流入危机终于得到了解决 雷士赵明从此走上了稳健的扩张道路 两年后的2008年8月 雷士赵明为了增强其制造节能灯的能力 准备收购一家节能灯制造公司 其中的现金部分需支付4900万美元 当时雷士并没有足够的现金来支付这笔收购款 吴昌江是不得不再次寻求私募融资 这一次高盛向吴昌江伸出了橄榄枝 高盛向雷士赵明投资了3656万美元 同时赛富基金也追加出资1000万美元 随着4656万美元到账 吴昌江的持股比例被稀释到了29.33% 已经低于赛富基金的30.73% 吴昌江失去了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这也为四年之后 吴昌江进入另一个股权局中局埋下伏笔 2010年5月20日雷士赵明在香港上市 投资人也获得了可观的投资回报 值得一提的事 在这场资本盛宴中 斩获最多的并非最大股东赛富基金 而是当年把赛富基金引进雷士赵明的毛区建立 综合计算 毛区建立以494万美元的投入 获得了9200万美元的收益 这也是令人垂涎的近20倍回报 远高于赛富基金等5.73倍回报 作为财务顾问 毛区建立俨然是出众的资本猎手 一方面设法阻止吴昌江获得联想的投资 另一方面又趁着吴昌江火烧眉毛 有计划性的让吴昌江接受他的地板价入股 毛区建立的资本镰刀 让吴昌江领教了资本方的手段 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吸取教训 以至于他在几年后陷入了另一个资本局中局势 仍然浑然不知 2011年7月21日 雷士引进了法国施耐德电器 作为策略性股东 以12.75亿港元 获得了雷士照明9.22的份 成为雷士照明的第三大股东 把施耐德引进雷士照明的人 是第一大股东的赛富基金炎燕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引进施耐德似乎拥有非常正当的理由 你看法国施耐德作为全球500强企业 电器工程项目是其五大核心业务之一 施耐德每接一个电器工程项目 雷士照明就可以配套上相应的照明解决方案 这简直就是抱上了一条大粗腿 有了施耐德这个大手子在前边开路 你玩的再菜 那也照样是轻松被带飞 可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看似光鲜的美满因缘 对于无常将而言 却是一个资本局中局 要知道当财务投资人 引荐大恶型的产业投资人进入企业时 其中暗含的意义已经相当的清晰了 比方说以黑石凯雷KKR等为代表的PE机构 专门劣势性的入股一些价值被低估 或者暂时陷入困境的企业 经过一番整合之后 再将企业打包或者分拆出售给产业大恶 而PE投资人则借此一进一出获得了超额暴利 失去第一大股东地位的创始人吴昌江 此时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 咱们再来看两个投资人的动作 赛富基金和高盛在雷势上市以后 从来就没有套现一股股票 这有两点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第一按照香港的上市规则 投资人在企业上市后6个月 就可以自由套现 而且雷势照明上市满6个月后 股价是一直在4港元以上的高位排缓 如果那时候赛富基金陆续套现退出的话 将可以获得超过10倍的回报 面对如此诱人的回报 为啥赛富基金与高盛就是一股都不卖 其二赛富基金最早是2006年 向雷势照明投资入股 截至2011年已经长达5年的时间 按照一般VC基金6到10年的存续规则 到期就必须将基金清盘结算 并将收益分配给基金的出资人 更何况在二级市场大规模套现本身就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 为什么赛富基金与高盛可以如此沉得住气呢 从这种不符合常理的现象来推测 不排除施耐德与赛富基金以及高盛有某种程度和谋的嫌疑 因为法国施耐德想要控制雷势照明 他只要收下赛富基金和高盛手里的股权就可以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赛富基金和高盛从来都不愁套现离场的问题 果然施耐德也的确多次从赛富基金还有高盛的股东的手中收购了2.88亿股的股权 在雷势照明一场资本对创始人的绞杀陷阱正在悄悄布局 2012年5月25日雷势照明对外宣布 创始人吴长江因个人原因辞去了雷势照明的一切职务 而接替他出任董事长的就是赛富基金的颜艳 接任他出任CEO的则是施耐德的张开鹏 这一次是赛富基金和施耐德携手把创始人赶出了公司 当时看到消息的刘强东曾公开发文力挺吴长江 并且发微博炮轰炎炎 称其是公开撒谎屡为职业道德的投资人 还称雷势在此人手上必死 确实吴长江早在施耐德入股不久 就已经意识到了他对企业控制权的岌岌可畏 因为曾经在2011年9月 施耐德中国区总裁朱海就和赛富基金颜艳联合 不断将施耐德背景的人安插进雷势照明核心业务部门 比如朱海的下属李新宇就出任雷势照明副总裁 分管商业照明工程及项目审批 而这是雷势照明非常核心的业务部门日益 吴长江这时候才终于意识到 法国施耐德入股雷势照明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投资而已 于是吴长江也开始进行了反击 一方面他将企业总部从广东惠州搬回了他的老家重庆 以强化他对企业的控制力 另一方面他开始在二级市场持续增持股份 试图重新夺回控股权 根据香港交易所披露的信息 吴长江运用金融杠杆的方式增持股票 到了2012年的5月 控股比例超过了19% 超过了赛富基金的18.48% 重新夺回了第一道股东的位置 但吴长江这种增持是无济于事的 从持股比例来说 他依然改变不了格局 这点在董事会结构上反映的也是非常的清晰 吴长江的创始人团队 在董事会仅仅只占两个席位 其余的资本方 赛富基金的延宴在董事会占据两席 高盛占据一席 施耐德占据一席 创业者与资本方在董事会的力量对比是2比4 董事会完全被投资人控制 创始人吴长江最终出局也就没什么意外 吴长江虽然一直在二级市场做持续的增持 但是如果不能达到绝对控股的地位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那么吴长江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可能的解释是 他想要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改组董事会 增加自己的人进入董事会 改变自己在董事会的弱势格局 但是施耐德 赛富基金等资本方都暗中观察着他的动作 吴长江想要瞒天过海强化自己控制权的行为 资本方当然会有所警觉 所以提前下手 罢免吴长江也就不足为奇 事发之后 吴长江回绝了一切媒体采访 不甘心出局的吴长江正在谋兵布阵中 一场更大的暗战拉开序幕 2012年7月12日 雷诗赵明在重庆召开了闭门会议 新任董事长颜艳 CEO朱海等人 与雷诗员工 经销商 供应商等见面 现场一度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会议现场堵得水泄不通 雷诗赵明的经销商和员工们 分别向董事会提出了各自的诉求 雷诗员工的诉求是 首先让吴长江尽快回到雷诗工作 其次让施耐德退出雷诗赵明董事会 如果颜艳和施耐德等股东 不尊重员工的意见 就会无限期的办公 经销商提出的诉求是 第一立刻让吴长江回归 第二允许经销商代表进入董事会 占据两个名额 第三施耐德出局 如果董事会不同意以上三条诉求 则全体经销商要求雷诗退货 清理库存 赔偿渠道建设费用 以及其他一切损失 甚至经销商和员工还封锁了会议现场 在没有获得答复之前 不允许颜艳的股东离开 最后在当地政府部门的调解下 赛富基金颜艳以及施耐德背景的高管 才得以离开现场 另外一件没有想到的是 自7月13日起 雷诗赵明果真开始了罢工有行 同时经销商停止进货 供应商停止供货 力挺吴长江的统一战线显得空前团结 就在雷诗罢工的第二天 创始人吴长江 赛富基金颜艳和施耐德珠海 三人展开了谈判 为了平息办公 赛富基金颜艳、施耐德、珠海 也都公开表示愿意和解 欢迎吴长江回归 施耐德背景的张开 彭也表示愿意辞去雷诗赵明CEO职位 但10天之后 看到外部舆论逐渐缓和 施耐德有些不甘心放弃对雷诗赵明的控制权 对吴长江而言 颜艳、珠海态度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8月14日 雷诗赵明发布公告 董事会认为 重新委任吴长江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及董事并不妥当 之后作为某种程度的妥协 施耐德背景的两位高管也从雷诗赵明辞职了 公告发布之后 吴长江立刻宣布正在走程去 要求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这意味着双方进入了最后的决战状态 诉诸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随后双方在媒体上的口水战再次升级 企业也因供应商停止供货而濒临二度停摆 8月24日 雷诗争端突然峰回路转 经过政府调解 颜艳与吴长江重新回到了谈判桌 9月4日 雷诗发布公告 吴长江以临时运营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 重新回归雷诗赵明 吴长江出任雷诗赵明临时运营委员会负责人之后 重回董事会似乎指日可待 可这一连等了4个月 吴长江也没有等到他想要的结果 特别是施耐德背景的张开鹏辞去CEO职务之后 吴长江这个临时运营委员会的负责人 仍未被扶正为CEO 为了能重新回到董事会 吴长江也并急乱投医 四处寻找外界力量的帮助 这次吴长江找到的是德豪润达集团的董事长王东雷 表面的平静之下 一条与雷诗赵明有关的重大消息爆出 德豪润达收购雷诗赵明20.05%的股权 成为了第一大股东 根据当时的公告 德豪润达王东雷与吴长江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吴长江向前者转让3.73亿股 雷诗赵明的股票占总股本的11.8亿 交易完成之后 吴长江在雷诗赵明的持股比例仅剩6.98% 同时吴长江将出资7.6亿元 认购德豪润达非公开发行的1.3亿股股票 成为德豪润达的第二大股东 此前德豪润达已经在港股二级市场购入了雷诗赵明8.24%的股份 至此吴长江加德豪润达将持有雷诗赵明26.84%的股份 这与赛富基金与施耐德加起来的27.69% 完全能够分庭杠里 有了德豪润达王东雷的加入 吴长江重返董事会的进程 的确是有了实质性的突破 2013年1月也就是吴长江与德豪润达达成股权交易不到20天 雷诗赵明发布公告称 吴长江正式出任CEO 同时临时运营委员会宣告解散 2013年4月 赛富基金董事长颜艳离任董事长 并淡出雷诗赵明 董事长一职由德豪润达王东雷接任 2013年6月 雷诗赵明股东大会宣布 吴长江担任执行董事 除了吴长江以外 德豪润达王东雷的弟弟王东明 也顺利的当选了执行董事 然而一个严峻的考验是 德豪润达加入之后 意味着围绕雷诗赵明 有四股明暗博弈的力量 创始人吴长江 赛富基金炎业 法国施奈德 以及新加入的德豪润达王东雷 曾有业内人士评论到 如果有一天 吴长江要是和王东雷发生矛盾 那这两个企业就完全乱套 那便是又一次引狼入室 没想到短短一年半之后 一语成衬 2014年7月 雷诗赵明发布公告称 旗下11家子公司董事会人事调整 创始人吴长江的职务 由现任董事长王东雷等人接替 2014年8月8日下午 在雷诗赵明董事会会议上 毫不知情的吴长江被董事会罢免 同时被罢免的还有他的几个亲戚 电话会议上吴长江怒吼道 是王东雷打击报复 王东雷呢 则带着人去吴长江办公室抢夺公章 还打伤了吴长江的助理和司机 随后王东雷也被警方带走 当天晚上雷诗赵明就发布公告 罢免吴长江CEO职务 同时任命王东雷担任临时CEO 随后吴长江和王东雷 各自以雷诗赵明的名义 召开新闻发布会 相互指责对方的过错 双方的舆论大战正式升温 王东雷认为 自己是吴长江的救命恩人 理由是2012年 吴长江所有的雷诗股权的质押 即将到期 若不按期归还银行欠款 就会面临被金融机构强行平仓的命运 而吴长江则认为 当时德浩润达已经经营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自己在2012年 与德浩润达合作 德浩润达早就破产了 历史只有当时人可以真实回溯 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当时两个人的公司都处于危机边缘 双方的确是携手度过了一截 但是吴长江和王东雷的命运期 实在是太短 事实上在这个事情发生的三周以前 王东雷和吴长江还是朋友 在一次私下聊天中 吴长江跟王东雷承认 自己在外边欠了4个亿的赌债 每个月要交1000万的利息 让吴长江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王东雷录了音 王东雷指责吴长江挪用公司账面的 钱还赌债 吴长江的说辞是 王东雷打击报复 有人曾向他举报 王东雷的广州公司和雷石照明 有关联交易 他开始介入调查 所以王东雷就怀恨在心 随后相互控诉 召开记者会 各式桥段纷纷上演 让吴长江没有想到的是 长达十多年的斗争 也磨灭了经销商们的耐心 在2014年8月29日的股东大会上 他曾经一手扶植的 38家省级运营商多 有33家支持罢免吴长江 而在前两次的纷争中 他们都曾是吴长江最信赖的战友 吴长江开始频繁的接触媒体 不停的在微博上控诉王东雷 在海内外发起诉讼 法律和舆论变成了他最后谨剩的筹码 王东雷也是使出了杀手锦 向公安机关报案 在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提起诉讼 2014年10月22日 惠州市公安局以涉嫌挪用资金罪 对吴长江予以刑事离案 法院经审理查明 吴长江未筹建重庆雷市大厦 在没有经过董事会授权的情况下 将重庆雷市子公司的银行存款 作为质押担保 向银行申请了9亿多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同时2014年年初 吴长江侵占了一笔370万元的废料款 未能追回 2016年12月21日 惠州市中级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吴长江因挪用资金罪 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 14年 曾经有人问吴长江 作为一个创始人 三次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创建的公司 是一种什么感受 他回答说 第一次大家还有同学情 比较友善 第二次是用了资本的手段 让我们损失很大 第三次是暴力手段血洗 一次比一次凶险 一次比一次激烈 当大家以为雷是赵明和吴长江的故事就此落幕时 事情再次出现了反转 2018年8月21日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为由 做出撤销原审判决 发回重审的终审裁定 吴长江已经被积压长达6年 只是不知为何至今案件仍未宣判 2019年双十二一则新闻进入大众事业 雷是主体业务中国区赵明70%股份仅仅以7.9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P1巨头KK2 再次引发人们无限唏嘘 鼎盛时期 雷是赵明的实力一度达到了全球赵明行业的前五名 世界赵明巨头菲利普欧斯朗都将其作为全球主要的竞争对手 谁能想到叱咤行业的雷是赵明竟然以不可思议的极地价建卖给华尔街资本 回顾无常将这一路跟资本打交道的历程我们看到的是创业者的无奈以及与资本博弈的智能 投资方总是以就是主的身份出现却不会讲任何的江湖道义 投资人通过驱逐创始人控制企业转卖企业并借此获得更高的回报 只要这一程序合法便是天经地义的 我们无法指责投资人的某些行为道德与否 毕竟资本的信仰是逐利 1998年一个叫布莱恩伯勒的美国人即将完成他的新书门口的野蛮人 内容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资本争夺战 主角是华尔街杠杆并购之王KK2 同一年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惠州街边的某个大排道 三个意气风范的年轻人正在为了梦想举杯相亲 玩大雨下期见